记住三句话,终身不脑梗 大家好,我是远哥医生 人人都怕得脑梗 可是全球每年至少有500万人得了脑梗 了解脑梗的本质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今天我就用三句话为大家总结一下 怎样预防脑梗 一句话就是先天遗传 基因决定了基础疾病的概率 我们改缘不了 但是后天的诱因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脑梗实际上是内源性疾病 它和甲硫、新冠这些外源性病毒引起的疾病 有着本质的区别 那么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机体的代谢功能障碍 想办法把病毒挡在体外就可以了 而脑梗是自身代谢缺陷导致的 所谓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有一部分人的先天体质就比较弱 一有个风吹草动 疾病就会找上门 还有一部分人 早期检查出血糖膏、血脂膏等等不重视 埋下了患病的种子 除去先天的因素 我们能做的是在饮食、情绪、睡眠、运动等各个方面 做到有效的管理 尽量减少上述因素刺激身体 从而避免发病 第二句话就是纠正错误的认知行为 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那么因为脑梗的发生绝对不是突然的 是多种因素共同致病的结果 所谓千里之低、毁于以穴 错的生活方式 对自身基础疾病不重视 忽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最终会让身体不堪重负 发生病患 导致脑梗因素有很多 像饮食不节、抽烟、喝酒、作息不规律等等 那么我们的脑血管承受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抗压能力很强 那么有的人仅仅是因为饮食习惯不好 就会得脑梗 所以永远不要和别人进行对比 也不要说我们那有人抽烟60年都没有得脑梗 那么对于脑梗的预防来说 一定要从现在做起 不要等到失去了健康之后才后悔莫及 那么第三句话 就是定期筛查和早期发现 是目前医疗条件下最优的选择 这一点至关重要 那么很多人却不当回事 脑梗早发现一天 留下后遗症的概率就会少一分 而且早期脑梗大部分是不会留下后遗症的 只要积极干预就可以了 一旦到了晚期 很多情况是不可逆的 所以重视体检 关注自己的身体 及早发现异常信号非常重要 最后再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 想要避免脑梗 要做到戒烟献酒 适量的运动 均衡饮食 定期体检 感谢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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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选择